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其实有三个字是我们都有共同点 第一个就是爱 那这个爱呢 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这个爱是有牺牲有舍己 但是有付出的一个爱 第二个呢就是家庭 如果看我们教会 我们的年龄 其实我们有小小孩养岁不到 一直到阿公阿嬷 我们同时间都可以每一个礼拜 主日都可以来到这个 这间教会 然后敬拜我们神 允受神的话 然后呢一起 Do life together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本身 我们都是喜欢宣教 有这个宣教的DNA 虽然有些人不会 没有办法参与在宣教当中 因为可能他们现在这个季节 但是呢他们是非常愿意来支持 宣教师或短宣 那我个人本身也喜欢短宣 是因为我觉得我来台湾 其实我就像一个宣教师 因为呢我本身是华侨 我的思想模式非常 比较偏西方 但是我来台湾的时候呢 要克服一些文化 或者是语言的一些障碍 来把这个福音带到这块土地 那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 一件非常慷慨想变成祝福的教会 所以我们只要有短宣的机会 我们经常都会抽时间 把我们整个家庭带出去 把福音带出去 所以爱家庭跟宣教 这是我们的教会 偶原来都会有短宣豆 육 cylind